美国装修连锁商LOS打算以32亿元的价格购买总部设在魁省的加拿大公司RONA 据悉,双方董事会及管理层军队这笔交易表示支持 LOS有意收购RONA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数年前就曾多次提出收购方案 但因魁省政府及RONA旗下的经销商强烈反对而作罢 但时过境迁,RONA辉煌不在且经营业绩每况愈下 该公司将LOS的收购视为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步 公司主席Robert Xavier今天表示,现在是时候行动了 相信这笔交易会给RONA家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不仅可以保留RONA的品牌,并且有助于利用LOS在全球的影响扩展RONA的业务 据悉,LOS做出承诺,在收购之后 RONA加拿大公司的员工、供应商及独立经销商仍然按部就班 不会受到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 RONA在全加拿大直接雇用17000名员工 而独立经销商则有至少5000名员工 另据相关资料,LOS是美国第15大、全球第34大零售商 仅次于Home Depot的第二大装修用品商店 在美国40个州拥有700家连锁店,销售近4万种商品 其雇员超过10万人,LOS的安省已经有分店 收购RONA之后会在魁北克省设第一家分店